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宫 麻辣雕工 快樂向前撐 其實新生代有很多新的名詞 讓很多的專業人士 搞得鼓掌 對 舉例來說 如果我看到那個命令老師講說 我要看一下你的事業線 如果是男生二話不說 對 如果你是命令專家 你要看我的事業線 你想要問事業是嗎 是 請給我看一下你的事業線 家財萬貫 家財萬貫 現在事業線 已經搞不清楚了 對啊 對不對 今天我們找幾位美女來印證 最近只要事業線夠長的存款都多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發展都非常的好 有腸道膝蓋那一種嗎 沒有 到猴頭 到猴頭 對不對 像下二合這個地方 好棒 我們今天是差不多六十幾個男藝人 擠破頭 是挑選出唯一的性種的兩位 對 可以看一下這一集 我一定要請菁姐特別的介紹 NO哥的頭銜 他的頭銜叫做什麼 月奶無數的專家 怎麼會有人變到越南的嗎 有沒有 月奶無數抽出玉哥 越南 他寫作越南 越南 結果我看過很多男生 對 越南 對 我跟你講 真的女士不爽 事業有多重要 所以我們要歡迎一號囉 好 好不好 是的 歡迎一號 YA 這個皮膚好白哦 而且重點是他出來好... 他穿黑內褲啊 好乾哦 對 他內褲是黑 什麼東西 他穿黑的內褲耶 他有點透明啦 有嗎 隱隱約約其實有點看得到 是嗎 對啊 你穿幹嘛 他一直都在蝴蝶 你看剛剛我相同處耶 他的手毛也很長 手毛很長耶 對啊 一號,你好 最低... 一號 嗨 嗨 一號,你是不是一號啦 你知道一是代表什麼嗎 就是第一個走出來叫一號 這樣子 我知道 你真的很冷是不是 有一點 真的嗎 我們先問一下 事業線 你的事業線有幫你賺很多錢嗎 有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 等一下給來賓猜一下賺多少錢 好 登登登登 哇 哇 來,我們來賓猜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的事業線 可以為他賺多少錢 NO哥先來好了 如果你的工作長 你會錄取他嗎 你要聘多少錢 我 一天嗎 我們是一天的酬勞 還是一個月 這個 我想問一下到底哪一個工作 是算推 這個 這個不能在我們店裡工作 為什麼 所以他應該當老闆的特助 但他會吸很多客人來啊 沒有,他當老闆的特助會比較好 老闆的特助 真的 說實話 真的,如果你在應徵那個小姐 那個女生 這樣的身材 他的身材在我們店裡浪費 會不會優先 浪費掉了 會不會優先 會 兩個一樣的資歷女生來應徵工作 條件都很好 但他事業線比較發達 是 你會把錢給誰 錢給誰喔 對 當然給他 那如果說兩個抬頭長相一模一樣 一個A罩杯 請問你什麼罩杯 我是E E罩杯 你會給錢給多一點嗎 他要求多一點你會給嗎 其實還是 重點還是看他的工作能力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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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給A罩杯 P 我會叫他 讓其他人可以專心上班 先我講一下 是 運好到讓你賺盡多少錢 五個月 二十萬塊 五個月 一個月平均是四十萬塊 五個月 不是包月的嗎 就是平均一個月這樣 不能講那個不好的 我們不能做那個不好的示範 只要為奸猜不可以喔 我沒有 就入行到現在 入行到現在 表示他是演藝圈的人耶 入行 入行多久 就四個月嗎 五個月 入行五個月 五個月就可以賺到二十萬 那平均已經比一般上班族還高了 很快耶 好啦 我要看一號是誰 來 今天講 歡迎一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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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那個 一般的你知道 男生遇到他都會對他特別偏心 對他特別好 有嗎 就因為失業線嗎 有 就之前 之前做美髮的時候 就我們有兩個助理 就加我有兩個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一直被罵 因為她身材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好 好 那個就會被罵 對 就是兩個都犯一樣的錯誤 可是她就會被罵比較慘 舉例呢 就譬如說兩個都遲到好了 一定第一個都會她被罵 那妳都沒事 對 我就沒事 那妳穿體重進去嗎 沒有 我會穿 可能夏天會穿比較貼身的T恤之類的 沒有 因為一樣遲到 但是妳還是會比他早進去 對 因為老闆正在那個 終點線 對嘛 妳就贏 就像賽馬一樣有沒有 對 大歐洲那個點 還是你先到 你還算是胸部先到 你先到 你有知道說走進演藝圈 一定要靠胸部嗎 有小小小小小的指導 好聰明耶 他才幾歲 他就知道這個很重要耶 他的長處運用得非常好 而且剛好有那個機會 對啊 就還滿幸運 那時候試鏡的時候也是穿 其實廠商也有要求說 希望可以穿比較 可以展現身材的衣服 那這個事業性 會讓你真的事業很發達嗎 有耶 那時候試鏡就過了 只要你穿這樣 就試鏡都一定過 就那時候 蓬頭購面具試鏡 沒有啦 妝都花了 還有岩石 也要他長得可愛 對啦 長得可愛 因為店員美少女都希望這樣 長得無辜的臉可愛 對 然後就是瑤瑤也是什麼 都長得很可愛 做花妹有沒有 都長得那種可愛無辜的臉 那個遊戲那你代言拿到多少錢 其實剛開始還好 是後來是有加代言費 還有宣傳 然後代言去 這樣子就 對 就這樣五個月二十 待會兒慢慢幫我們補充 好不好 歡迎萌萌 歡迎 歡迎 目前第一個15公分的 好不好 而且他四個月就打紅了 對 然後賺了20萬了 20萬是厲害 好 接下來歡迎 2號 YA 也是一位公主瘋 你來看一下他的事業線如何 有沒有比MOMO的還深 挺胸 請挺胸 深呼吸 他已經挺胸了 真的挺胸 我覺得他沒挺胸 這個好像來到美國大峽谷 我 我現在一直把他拿跟MOMO比 MOMO你覺得他的事業線 有沒有比你長跟發達 有 真的喔 因為他已經不是穿深V了 那你目測他 對耶 你是深V的耶 對 他是平的耶 對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但是他是盆地一樣很低 挖地有沒有 不是那個菁姐我們覺得 以我素人的這個角度看過去 他的就是擠法跟MOMO的那個擠法 感覺又不太一樣 就是他好像 有刻意地更往中間擠出來的感覺 真的嗎 集中加脫高嘛 對 是不是 請問你出道多久 再回來的話 從7月到現在是幾個月 7、8、9、10、11 聽你講話就知道林瑋玲嘛 為什麼要裝 為什麼要裝 還好 你為什麼要裝 我好難過 還好我們剛剛沒有講什麼壞話 你會怕林瑋玲嗎 都不用擦一點 林瑋玲也有在節目上講說 他胸部其實沒有比那個MOMO大 沒有到1吧 我沒有 我大概C到D左右 可是怕的時候我會再答應 歡迎林瑋玲 歡迎 來 請坐一下 秀一下 她的腰真的是很漂亮 因為我是靠腰的啊 靠腰 妳是 小蠻腰 真敢講妳還靠腰的咧 真的 我真的是只有腰 看一下 妳的那個比較突圍 比她更突圍 對啊 妳怎麼造杯 我不一定 有時候C有時候D有時候E 胖的時候 我以為 怎麼可以自己隨意 來這裡來考英文 我想問一下正常一個女生 可以插到四個罩杯 C D E F 可以啊 因為我只要 是懷孕是不是 沒有啦 沒有懷孕就是吃胖的 還是去把罐 那時候燉中藥 什麼 把罐咧 把罐咧 那時候因為吃中藥 所以整個胖了 比現在胖大概六公斤到八公斤 全部胖在胸部 我不會胖在臉 我會胖在胸部跟大腿 但是我瘦會先瘦臉 妳臉真的很小耶 我臉就很瘦 我很想要讓臉胖一點 可是沒辦法 而且我從頭到尾 我都不覺得妳比那個 MOMO的還小 妳MOMO妳跟她 妳站在一起 妳跟她比一下好不好 她的比我大 她真的比我大 妳自己看她 妳覺得誰的比較大 MOMO妳覺得呢 MOMO的大 真的 我覺得 差不多啦 我這樣兩個比起來 我覺得MOMO皮膚好好喔 比較白啦 我也不錯 只是沒那麼白而已啊 妳自己看 因為那個MOMO皮膚比較白 所以妳會覺得她 可能比較光滑這樣子 對 是因為MOMO比我還要年輕的關係 所以當然比較好 不見得保養有差 還滿重要的 對啊 保養有差 而且妳看手毛這麼多 我沒有手毛耶 可是黃了一點 我看好像 都摸摸到毛有什麼好剝的 沒有 可以摸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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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訪問她們 訪問她們 對啊 其實 事業線真的有幫助到妳的事業嗎 我7月份 幫電視劇宣傳 那時候是1 3 5 上個月的話 比之前7月 穿著影響差超大 林瑋寧價格漲翻天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事業線真的有幫助到妳的事業嗎 其實我覺得媒體很現實 菁姐也知道 如果你不露的話絕對 不會有版面 那不會有版面就寧願不要出來 那我先講我7月份 幫電視劇宣傳 那時候是1 3 5 0 那時候 但是 上個月的話 比之前7月翻長大概 100倍左右 100多倍 那就等於就是 你上了大概有100個通告 沒有啦 因為後來通告 那你7月才一個 沒有 她一直說1 3 5 0 現在差不多是13萬 一個通告13萬 不是啦 就是一個月的重量 一個通告13萬 我哪有那麼厲害 我真的說實話 瑋玲剛剛回來的時候 她還是有話題的 講韓國去受訓什麼的 她有出一本書 然後她穿個衣服穿到這裡 我跟你講 真的完全不想聽 那個時候你發現 上了很多節目 都沒有人理你 對 她口才又不算特別好 對啊 然後她在那個什麼 專門的訪談節目坐在那邊 聽她講話好痛苦 真的 現在是這樣有點分神有沒有 對 這樣長 就不會太在意她講什麼 對了吧 我覺得你應該要繼續這樣子下去 總是要分擔點東西這樣 不然這個就沒好痛 看看這樣身材 真的有差很多 妳看MoMo站在這裡 我們也不需要她講話 對 但她就是可以站在這裡 對 對 而且當初公司也是因為說 我稍微擠一下 可以到這種程度 所以才讓我到韓國去受訓的 也是因為身材好 才得到去韓國受訓的機會 但妳應該知道妳這樣擠出來 讓妳事業變得很好吧 有 好啦 妳心裡有沒有想說 事業線就真的是我的事業線 可是我有時候覺得我好下流喔 蛤 為什麼 真的 就是我為了要上版面沒有辦法 我就要穿成這樣子 MoMo也會這樣想嗎 妳會這樣想 妳覺得妳好下流嗎 我覺得 我會把它當成工作的一部分吧 真的喔 對 但我想告訴妳妳知道有多少觀眾 喜歡妳們下流一點嗎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把自己弄得再下流一點 所以妳本來是排斥這樣 事業線都在外面的 不會排斥 但是不用這麼的Over 這樣很誇張耶 平常這樣子出門 會把大家嚇到吧 MoMo會覺得自己誇張嗎 這樣會 妳也會覺得 我平常就頂多這樣子而已吧 她最近還出新書啊 是 拿過來 出新書啊 又來了 變成1350了喔 妳今天又是1350來的啊 對啊 那拍名啦 真的喔 有沒有穿衣服的 我跟妳講 這殷琦嘛 不是啦 她是充氣娃娃 我又不是 這殷琦新出的嘛 妳看這殷琦吧 是不是像殷琦 不像啦 坦白講 這個看起來不太像妳耶 妳看一下 對啊 整個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妳模仿一下她的表情 無辜的眼神 很像妳耶 哇 妳長得好像這一個 寫真書的人喔 我就是啊 蛤 我就是啊 因為妳身材真的很好耶 我以為妳是擠出來的耶 我是擠出來的 沒有啊 妳看 有啦 什麼是黑的 內褲 用褲 謝謝妳 安靜加油 好不好 好啦 真的真的有事業好 好啦 OK啦 但是前面兩位也證明了真的 這個事業線好的人 對 她現在的工作欲越來越發展 是啊 所以有空要合作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 幫我拿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看三號喔 好不好 歡迎三號 歡迎 還會怎麼樣 腳點這樣 我想問一下三號 妳有看到妳前兩位來賓嗎 有 那妳覺得妳的有比他厲害嗎 我的厲害的點在肩跟挺 肩跟挺 妳是什麼 又肩又挺 不是又肩 肩跟挺啦 可是妳的身 我以為她的肩膀妳來幹嘛 對啊 可是請問一下 妳的身高是不是一百六、一百七啊 一百六而已 一百六 那妳為什麼一隻腳 那請問妳的腳 為什麼這樣肩膀 對 妳是模特兒嗎 是的 我是模特兒 這個是職業病吧 職業病 妳兩腳都站好 妳可以站直嗎 站正常 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嗎 盯製不為 好 現在發掘到那個一百六十公分 其實一般在演藝圈 一百六十公分 還不太容易有失業 真的嗎 真的 之前啦 不太容易有失業 他們也都不高 現在很快 你看 像他們都瘦瘦了 可是 就是那個 對 都很豐滿對不對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她 她自豪堅又挺的事業線 又堅又挺 哇 哇塞 妳這個呼之欲出了吧 她不是事業線 她是歪字線 蛤 她像個歪耶 什麼是歪字線 真的耶 妳看她整個是歪的耶 嗯 她有個歪字在這個地方 妳看 她應該還會有副業啦 對 就是我們 分散就對了 而且妳的胸部有點像徐志祺耶 蛤 真的嗎 妳知道徐志祺嗎 我知道 可是我沒有注意太多她的胸部耶 那妳喜歡她嗎 喜歡 喜歡 請問一下三號 是 呃 妳的事業線 讓妳帶來什麼樣的好運 帶來曾經有一個奶賣家 因為我平常是在接內衣網拍 還有平面的 那她我拿到酬勞的是 我原本酬勞的三倍 為什麼 我就說為什麼 然後她說 嗯 因為什麼 看 從大概量量我的胸事業線有多長 就給我幾倍這樣子 那個老闆 那他這樣講給妳妳也收 這樣不算性騷勞嗎 我是不收的 然後她講說 不然就那三倍的價錢 就讓妳當作回家補胸部的價錢好了 然後我就不得補胸部 就是 舉辦來講可能一萬塊錢 她做完之後我給妳三萬 她說為什麼給我三倍的價格 她說 就是妳事業線比別人長三倍這樣子 她說我不要 她不要 那其他兩倍拿回去補 補胸部這樣子 沒有啦 沒有 她有 沒有 她有接觸到她嗎 她有接觸到妳嗎 什麼叫接觸 她舉到我的身體之類的嗎 對 沒有欸 那妳是什麼 秀場還是網拍的 網拍的 老闆 老闆 村市廠商 所以她會一直盯著妳的事業線看嗎 她 她是不會 所以她這樣意外給我獎金 我覺得很意外這樣子 妳在拍照現場她還在對不對 她是有迴避的 她不會去 她舉說 就她有跑到後台一頭看就對了 不 迴避 台幣有戴面具 她沒有拿兩個洞 沒有看到本人本尊在那邊偷看 對不對 好啦 我們看一下她的那個 真面目好不好 好 看有沒有她自己講得這麼神 好 歡迎3號 謝謝老師 3號 蠻可愛的喔 芽芽 我記得她 好可愛喔 她腰好細喔 我真的發覺到 這女生受歡迎 妳有點像李玉芬欸 李玉芬第一次聽菁姐說 別人有講過嗎 沒有 別人 妳沒有人講啊 妳看嗎 因為她剛剛就是這樣 她們這樣有事業啦 其實也還有一點像那個李佳 李佳 李佳跟李玉芬妳要誰 李玉芬 眼睛 眼睛下面 對 有啦 她真的有點李玉芬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她們妳看身材還好 腰又要洗 又要瘦 是 臉又要小 所以這個算是童顏 俱舞 對 有沒有人這樣講 我童顏嗎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的臉不同 因為有一點妝太濃 是妳的妝啊 但是事實上妳是年輕的對不對 對 妳幾歲 好年輕喔 妳真的很年輕耶 今年也要20 今年要20 但摸摸看起來真的要更年輕耶 年紀比較小 韋霖 妳40了沒有 妳有加入這個話題嗎 我今年要31了 美胸少女芽芽 近視無人不曉的網路大人物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妳有賺盡多少錢嗎 這樣的身材 我曾經有 因為這個事業線接到很多案子 有最多最多 月收入耶 請問妳叫什麼名字 芽芽 百變芽芽 百變芽芽 對 誰遵循妳叫百變芽芽 誰遵循 妳有在哪一個 我叫百變女王立竸 誰遵循妳叫百變芽芽的 妳有在哪一個領域 被人家這樣稱過百變芽芽 或者是我們去哪一個領域 我說妳認不認識百變芽芽 人家知道的 基本上大家都會知道我家百變芽芽 大家是誰 MOMO知道嗎 我知道 林瑋玲知道嗎 沒聽過 馬國畢知道嗎 百變芽芽 柔哥知道嗎 百變金剛我聽過 我們兩個沒有聽過嗎 沒有啊 就六個人都沒聽過 可能是領域不一樣 因為我是外拍網拍那一邊的 所以妳的網拍是女王 女王不敢自稱是女王 那妳是什麼 就跟妳說百變芽芽 她在網拍界對不對 妳是那個百變芽芽 所以妳的意思 妳就是靠著事業線在網拍 可以一個月賺到80萬 因為時裝 時裝她都不喜歡所謂這個 肉事業線 所以我幾乎都是借內衣比較多 妳都拍內衣 那拍一天多少錢 網拍的內衣 是 那妳家人知道嗎 家人知道也很同意 因為是不寢色的那一種 不是寢色 其實就是展現了內衣的 很難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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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好敢講好不好 好難防 開內衣又不寢色 所以妳內衣穿到頭這裡來 我沒有賣內衣式的演唱 因為她比妳更敢講 她崩了 而且妳說到尾講話 某某都把嘴巴髒好當 因為我沒有辦法理解他們的話語 妳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太那個 妳是指擺便雅雅這一段 還是說她拍內衣不寢色這一段 內衣不寢色這一段 不是 問題是拍內衣 妳也很難去控制到看的人 好啦 我跟妳講 我們現場來證明一下 妳就是妳把妳擺內衣的姿勢 跟姿勢給我們大家看 也好 我們來挑選一下 覺得到底寢不寢色 對… 好 來… 來喔 擺便雅雅展現所謂的內衣不寢色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也一起來跟我們評論一下 到底如何擺 妳會覺得內衣不寢色呢 她很像蔡淑貞 有 有… 對不對 眼神 妳一直背對我們當然不寢色 不寢色 內衣都賣不出去 妳看妳看她用擠的 這很寢色 那個誰 瑋琳掌 顯得擠不寢色 妳顯得一起琴色嗎 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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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快兩個PK 來PK 我要看鏡頭在誰身上 兩個不同風格 壞的人裝無辜 主持人可以要求MOMO加入嗎 MOMO加入 夠 電玩不琴色 對… 擺便MOMO 不琴色的電玩 繼續 我們看鏡頭其實在誰身上 擺便MOMO 無辜 妳看好無辜喔 妳可以用眼神 這個好像心裡在罵人 我覺得最做作的是瑋琳 瑋琳 瑋琳 瑋琳壞女人 居然可以裝一副很無辜的樣子 瑋琳 我不是壞女人 要裝年輕 哇 掌聲鼓勵 哇 我不懂 真的 我說實話 等一下… 瑋琳 來 我真的不懂 其實她 她有一點點風情 以20歲她要把風險做出來 我覺得好自然 很漂亮 妳要裝 無辜 懵懂 我覺得 對啊 因為 妳要裝一次懵懂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懵懂 其實 好兇喔 沒有 我真的沒有懵懂 盡量把眼神放得很清楚 妳這個感覺好像什麼你知道 就是妳被男朋友抓到妳偷吃 哪有 然後跟男朋友說 沒有 沒有 這樣子的話是 親愛人家會不會覺得我們這一台是0204 我不會啊 不然 哥哥 等你喔 0204 等你聊天 哥哥 我好寂寞 好恐怖喔 那目前這三個妳覺得 事業線哪個最吸引妳 目前為止 事業線一定要長才會吸引你們嗎 蛤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我會覺得那個芽芽現在會 讓我 就是會吸引我 謝謝 好 欸 等一下 其實人家說真的那個胸漂亮的 可以做到那個 胸膜 妳有聽過胸膜嗎 有 專門的就是 專門拍胸部的 對啊 妳沒有誰當過專門的胸膜 目前妳們三個有嗎 唉唷 太贏了呀 可是我覺得 只能拍胸部的話 可是胸型好看也可以喔 真的嗎 就是要胸型好看 所以才可以當 就是她都意思說臉不好看 沒有沒有 就是如果臉再漂亮一點的話 就會臉那個 變戴眼 整個 就不用只有拍胸部了 那妳要看 這樣人家會不知道妳是誰啊 就是如果只有胸部 那個只有一次啦 唉唷 妳們在批 妳們開始在批評她而已 沒有 如果找妳遇到那個什麼 就沒有臉的妳會去嗎 我當然不去啊 沒有露臉 給我一百萬兩百萬我都不去 一百萬妳還不去 不去啊 只能露胸而已 摸摸咧 去好了 就如果公司要我去我還是會去啦 就工作嘛 就因為這還是一個工作 那百變芽芽咧 如果喜歡我的人 應該就會連胸部都會知道是我吧 怎麼可能 妳要看誰 誰不相信 可是真的耶 我拍完然後每多久PO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說賣家PO在網路上 然後是粉絲他們跟我講說 芽芽妳的胸部怎麼在上面 而且被頭被砍掉 我說那是故意的 還被認出來 我也很清楚說 今天這一集如果我們講話 對妳不敬我會被攻擊嗎 誰說會 現場居然有妳的粉絲 誰 粉絲啊 妳不是我們的員工嗎 宅男啊 妳不是來那一年了嗎 宅男啊 等一下 我一定要問一下 妳過來 我問妳 現場是不是只有妳認識她 叫百變芽芽 知道 妳有喜歡她嗎 妳是不是很喜歡她 不錯啊 妳在哪裡發現她的 網路 那妳有關注她嗎 有 如果不要看頭子 觀看胸部 妳會知道她是誰嗎 不知道 妳有加入她的後援會嗎 有 妳看 上班都不認真 OK 加油 好 謝謝 她會還有人會出來 幫我看一看有沒有你們好 不夠好就直接幹嘛 算得上 好啊 好不好 你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接下來你們就站在一塊了 好 好 謝謝三位 謝謝三位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歡迎四號 這感覺滿修長的 這個比較高吧 哈囉 妳好 妳有多高 高很多耶 那妳覺得妳的事業線 妳自己感覺怎麼樣 是說大還是小嗎 還是說 就妳覺得她有特色嗎 沒有太大特色耶 妳是國中畢業還是高中畢業 我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那妳可以用個成語 形容妳的那個事業線嗎 事業線 成語喔 波濤洶湧嗎 波濤洶湧 也不錯啊 波濤洶湧耶 波濤洶湧耶 用個成語形容自己的 百里托洶 台山倒海 成語啦 成語啦 我知道 不是啦 因為成語 妳可以講金銀剔透啊之類的 對 百里托洶 因為妳皮膚很白嘛 因為胸部應該也只有 波濤洶湧可以形容 沒有很多 又有很多很多啊 可是因為你們剛剛說那些 就只是形容她的外型 不是她的大小啊 都可以啦 都可以 形容的就可以了 吹彈可破 好煩喔 百變芽芽先來 快點 我覺得我的胸部一直 這個笑就一直 才藝 妳這邊三隻小豬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有禮貌耶 保持微笑 妳要是說 保持距離耶 對啊 保持安全 對啊 維琳… 我覺得我是大小適中 大小適中 大小適中 OK 這是成語 那我可以是大小通吃嗎 我覺得妳怎麼吃嗎 對啊 就是 找到嫌疑 找到嫌疑 還恭喜發財 對 好 不然我跟你講 我把四號的世界線 然後露出來 你們三個給她一個成語 行動詞 OK 好 ladies mom 慶祝難書 慶祝難書 一言難敬耶 意思... 對 對啊 一言難敬耶 真的 這一句話很難道盡 就是這麼深的海岸線耶 嗯 妳有沒有可以講一下妳的事業 我在做的是展場的工作 就是在從事Show girl啊 主持之類的 Show girl 對 還有活動類的 那事業線長就會接得比別人多嗎 會比較 試鏡會比較容易上 而且價錢比較容易彈得比較高一點 所以上的機會跟那個 一般事業線比較短的那個差多少 會 真的還蠻容易上的 像有一些秀服啊 會比較露 廠商就會希望試鏡線深一點 所以試鏡就是 而且那個展場好像很需要 事業線很長的女生對不對 就會很多人在那邊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對 我拍到我就覺得說今天男生 真的是攝影師嗎 不是 就是會收藏家 真的 會收藏 妳給他一個非常正當職業的稱號 這個時候好會講話喔 收藏家 因為他也是受害者 就是收藏展場這些女模特兒的照片 那妳有曾經被收藏過嗎 有 真的 收藏做什麼 就是看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之類的 跟大家分享 對 所以我們要用收藏家來形容長嗎 他們嗎 我覺得應該是吧 真的 好 那我們要看他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啊 謝忻要長 臉要漂亮啊 當然 而且我們剛才講說要童顏加 俱如 俱如 百年四號 好可愛喔 來 秀一下 秀一下 人人見得都喜愛的童顏美胸 下段登場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歡迎收看 好可愛喔 來 秀一下 好可愛喔 怎樣 NO哥 你私底下有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 對 不認識他 那你看他眼神怎麼會怪怪的 而且你們兩個在一起好配喔 真的嗎 你們兩個比較搭吧 兩個在一起 你們比較像情侶吧 對啊 好搭喔 勾著他的手 勾著 不然再也沒有機會了 難得 好啦 好幸福喔 你怕他碰到你胸部啊 對 感覺就是蠻貼近的人 不要裝純情啦 太亮 燈太亮 而且聽說妳 因為在展場裡面是被指定的 對 就是因為可能 大牌子指定 比較容易撐起來 就比較容易被指定 但是妳算很肉耶 對 我很肉耶 就是看得出來 那廠商很喜歡這樣子的 他們是賣什麼的 是賣3C類的產品 對 靖東洋 泥這個 泥這個啊 3C的 喂 他是長得比較豐育一點 對 我比較豐育 但是3C類的 有時候衣服比較露 但是就需要胸 3C喜歡這樣子 不知道 就是有那個電冰箱啊 洗衣機那種 不是啦 那是家電啊 家電啊 我們比較豐育 但是他們就是衣服 如果要胸部比較撐得起來的話 就會用我 所以你們那個在展場裡面 所有的秀客都要 失業線這麼長 可是也不是全部的人 失業線都還滿長 不是 所以只有妳被指定嗎 就那一間有指定的幾個 然後失業線都還滿長的 哪一家 就是不太能講 賣什麼 手機嗎 電腦 大廠牌嗎 S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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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啊 是個是個 對啊 S牌 S牌 什麼在講 就S牌很大 他指定你啊 對啊 之前就是 連續三年都是指定的 三年耶 是喔 賣什麼 賣電腦還是手機 都有 就是3C類的產品 S牌 S牌 妳就這麼肉嗎 一直都很肉 瘦不下來 還是一年比一年肉 有一點點越來越肉 她有告訴妳不要太肉嗎 有 最近有被就是強調說 不要太肉 但妳肉了 那個失業線會更長吧 以前沒有那麼大 是再胖一點之後 才變成現在這樣子 妳現在有什麼罩杯 就是E有時候會到F 可是以前是D就是比較好看 手也不會那麼肉 所以妳覺得超過D 不好看啊 穿衣服不好看 這邊都不好看啊 對啊 妳是說MOMO嗎 MOMO 雅雅 什麼罩杯啊 我D D 瑋玲妳覺得現在適合誰的 那個失業線最好看 我可以說我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投自己票 都可以啊 有自信啊 目前喔 你們賺的都超過 沒有超過它 對 妳賺那麼多喔 我到現在應該有 可是是累積的 是出來到兩年多到三年 兩年而已耶 靠著事業線嗎 妳也搞上電視吧 很少很少 我都做展場啊 活動或是記者會之類的模特兒 這樣一場有多少錢 不一定欸 好的時候有到萬 不好的時候也是幾千塊 但是就每天接啊 每天接累 那妳的價格跟別人不一樣嗎 會不一樣 會差多少 差個 有時候會到一半 真的喔 那我想問妳 妳一個月最高的收入是多少 十幾萬 差不多 妳說好多 最少也有五萬 六萬 最少 那要很勤奮對不對 那妳要賺到150萬 要很累的工作 那我請問一件事情 請問像妳已經這麼深這麼長了 妳看時間 先我們看一下 時間這麼長 妳會想把它畫再長一點嗎 會 妳們有畫過那個視野線嗎 我有 妳有 妳的雜誌有對不對 對 我都偷偷畫 因為我怕看起來不夠大的關係 要怎麼畫 就這邊加深色的眼影 然後這邊打白啊 看起來比較大 我不曉得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東西 我們都會偷偷的作弊 她的說法方式在戳妳 對啊 她的意思就是 她不需要妳聽不懂嗎 對啊 為什麼還要戳 有的什麼 妳說不要嗎 她的意思是講說 怎麼會有人用這種作弊的方式 對啊 我都聽都沒聽過 我們都沒聽過 有需要嗎 對啊 怎麼會在那邊的作弊 真的大就不需要這樣做啊 對不對 好 真的 目前賺到150萬喔 而且她那個好到什麼程度 她的廠商會主動發廠商給妳啊 會 她會說這個身材好 然後就是 妳就是可以用一個像好 意思是說可以接工作 接工作的意思 妳雖然不知道 妳為什麼可以接那麼多工作 妳就很敢講 因為妳出去的時候 跟廠商講說我就是很闊 然後我跟妳講我又很好用 所以廠商就一直把妳拍好 我又闊又好 不是這個意思 真的耶 而且她會假後倒秀播啊 就是會 是不是那個人喜歡妳啊 可是其實多半跟工作 認真也有關係啦 就是我工作比較認真 真的 今晚我覺得現在事業現場 好 當然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次要跟她講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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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可愛… 妳要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思昂 謝謝 人不可懊葬 事業超強女強人 竟然這麼會抓 歡迎收看 麻辣天后宮 而且我跟你講蜜雪 我再跟妳講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 芽芽都沒有正眼看過 從頭到尾 有 我現在正眼看 沒關係啊 我不介意 好 我們接下來歡迎 芽芽現在比林瑋玲更嗆耶 真的耶 對啊 林瑋玲的氣勢 我跟妳講今天 我跟妳講今天 芽芽不高興的點是什麼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她叫百變芽芽 對啊 叫百變芽芽 然後她還是有粉絲在現場 問一下蜜雪有沒有聽過 因為她也是在那邊 妳有沒有聽過百變芽芽 沒有 沒有 我啊 沒關係 妳一定後來晚一點 一定會知道 我剛剛聽到了 然後就妳一個人在宣傳而已 超久了 還是沒聽得到 而且我很喜歡芽芽的氣 妳現在氣壓過林瑋玲 妳是說那個 不是 還是什麼 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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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芽芽的氣很強喔 雖然我胸部沒有妳大 可是我挺 就是夠挺 對 挺 她突然的自信 今天最沒自信的應該是MOMO吧 打從妳穿錯衣服之後 妳就再也不像妳原本的 她穿錯褲子而已 要不要再借妳一隻 妳那一隻遮不住 對啦 作者不會 真的喔 對 MOMO跟MICHO有拚耶 真的 我們看看5號 5號會不會氣更足 好 歡迎5號 5號 壓軸 好高喔 但感覺她很高 請問妳有多高 170 哇 裡面最高 為什麼70啦 那麼長 170 72 73 對 後面還有吧 後來就170 10 對啊 而且她沒有 她好像有那種躁鬱症 她從頭到尾站下來沒有聽過 對 都沒聽過 我腰臉要擺姿勢 對 而且裡面太... 妳覺得妳的身材跟前四位比起來 有什麼過人之錯 我有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大不是重點 就是最主要是黃金比例 她說大不是重點 重點是她有黃金比例 那妳覺得現場沒有人像妳一樣 有黃金比例嗎 是的 包括菁姐也是嗎 是的 應該是的 應該是的 沒有 很有信心 我們喜歡有信心的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而且夠高對不對 對 待會兒出來好好打擊一下 先看一下她的黃金比例好不好 一 二 三 妳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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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過敏成這個樣子 黃金比例可以過敏嗎 因為那個黃金不純 純的 黃金比例但是 萌萌有看到她的嗎 她唯一最花的是她的胸部耶 對 有很多一點一點紅紅的 但是問題她有黃金比例 請問什麼叫黃金比例 就是像鎖骨這邊是中間是一個點 然後跟妳的胸部的兩個點 有一個很棒的比例 就是一個完美比例 所以不能太純也不能太高這樣子 是直角 三角形嗎 三角形嘛對不對 有誰證明過妳的是黃金比例 沒有 不是直角喔 要等邊 等邊三角形 對 就比如說 要等邊 直角的話 這裡到這裡15 這裡到這裡也是15 對… 那如果說等腰就不行 等腰歪真的很低到這裡 不行 那是布袋 那是布袋 對啊 那誰跟妳講妳有黃金比例 內衣長衫 是標準的 所以妳是御用嗎 對 我走過很多場的內衣秀 哇 所以代表她那個什麼胸腰臀 都她漂亮 對 好 我們要看一下 彩蓉的真面目囉 好不好 黃金比例女郎 歡迎彩蓉 妳越來越只有這樣子 妳好 妳好 菁姐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她失業線看起來不深 但是很漂亮 胸型很漂亮 她可能是那種廣告的模特兒 真的嗎 對 就很多內衣廠商都會找我 因為胸型滿漂亮 但是妳真的過敏到 妳好過敏喔 過敏到 剛剛在後面太熱了 妳看她整個看得到嗎 看上面 那是不是台積啊 整片都是紅的 還是台積嗎 不是台積 還是昨天男朋友 草民嗎 也太大片 沒有 妳過敏好厲害喔 一熱 那拍廣告怎麼辦 廣告燈很多耶 就盡量讓自己冷靜一點 或是稍微拍點水 可以...我盡量 真的嗎 我現在給妳潑水 妳就會冷靜一點點 妳就會消掉 降溫一點 對 其實它起得很快 可是也消得很快 妳想要潑水嗎 不用 妳可以去長坦島那邊喔 如果你泡在水裡面的話 妳這個肌腹就變得很漂亮 妳有拍過很多內衣的廣告嗎 有搭替身 然後有搭過 胸氣啊 對 胸氣 而且妳想知道 她幫誰拍過嗎 想 想 妳要看嗎 要 先看CF 來 請看 好 妳要跟我們講哪一個鏡頭是妳喔 楊潛華耶 對啊 這一個 這個是妳嗎 後面的 對 這個是 哪一個啊 這在轉身的有沒有 只要沒有戴到頭 應該就是她的吧 是不是 只要通常他們那個胸膜 就是胸肌 就是只要在側寫就是他們 這樣一次給多少錢 對 要看廠商開的價格 就一個畫面而已嗎 對啊 因為其實很不簡單 妳要有黃金比例的話 胸部的就是真的很難學 妳很快強調妳有黃金比例 妳就像百年芽芽一樣 因為我們的溝沒有人家生 但是就是種植不重量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到目前她賺最多耶 真的喔 對啊 事業限真的讓妳帶 多少財富 從我入行大概三年多 現在大概兩三百萬 那妳都做什麼工作 跟事業限有關的 我接過上百場的內衣袖 泳裝秀 上百場 對 有這麼多場 就是幾乎一個禮拜 都走很多天 而且很可憐 內衣袖是真的很辛苦的耶 對 有時候那個刮風下雨 然後外場很冷 很冷 就寒流來的時候冷得要死 可是妳又要美美的 然後又要 妳到現在沒退過 妳那個巴越來越紅 如果妳夏天走就怎麼辦 我的建議是喔 我的建議是要趕快結尾 然後趕快讓她去看醫生 真的嗎 或者趕快潑水 真的有效嗎 潑水有效嗎 妳下子就退啦 妳都沒有退 妳越來越嚴重 哪有一下就退 妳越來越厲害耶 你們真的沒有水嗎 幫忙她嗎 水喔 對啊 真的不需要拿水潑她嗎 拿大瓶一點 對 怎麼潑 這假的要這樣潑嗎 看妳自己怎麼樣鎮定下來 快點我們要下音樂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業心 事業心很強的女生 事業心也很長 然後一定要自己照顧自己的事業 謝謝 謝謝菁姐 這樣就好了嗎 待會兒就會好了 這樣就會好了 還是叫芽芽示範 百片芽芽示範給妳 好不好 沒有 我們要下音樂了 因為今天看到這麼多可愛的女生 而且告訴我們 真的事業心很長 真的 對她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再一點 再一點 快點 我們只能最後在那個 下音樂的事業當中 退燒而已 妳在玩起來喔 妳知道我的天啊 不然是事業線會很好 謝謝各位 加一支 謝謝… 要努力擠事業線喔 快再一點…我看能不能退 沒有耶 沒有耶 我叫妳大家趕快去看 我覺得是因為看到少爲的關係 哪有 她一出來就有啦 她想玩妳 好舒服 她入波門了 好舒服 她入波門了